BOPA中文是双向拉伸尼龙薄膜 BO是双向拉伸的缩写 PA则是尼龙6的原料 这是一种高档的食品包装薄膜 对于常见的气体和气味会有相当好的阻隔效果 目前已经成为BOPP跟BOPET薄膜之后的第三大包装材料 跟其他的双向拉伸薄膜相比 BOPA薄膜的厚度比较薄 但是它的密度高、透氧量低 具有相当优良的阻隔性、耐油性、耐穿刺性 印刷性、无毒可回收等多方的优势 加上BOPA具有良好的柔软性、耐冲击性和耐磨损等特质 尤其对酸、碱、油脂以及其他常见的有机溶液 都有良好的抵抗性 能够大幅度延长产品的保值期 特别适用于易变质的食品的包装 主要应用在食品、日花用品、医疗等高档包装领域 甚至可以针对精密的电子产品包装 还有电动车中的锂电池包材薄膜领域 因此它还有个称呼就叫做薄膜皇后 台湾目前全都仰赖进口 因此股号1444的莉莉以及股号1447立棚的立宝荣集团 从104年开始就投资BOPA产线 经过三年耕耘 终于在今年5月正式试车 这回也首度开放BOPA产线大曝光 其实我做这个BOPA 这尼龙薄膜 本来我们也要这么早做 因为后来最近这几年 我卖尼龙薄膜用的这个尼龙栗子 我一个月以后最多卖了3000多顿 所以我才决定 就是加速来投资这个尼龙薄膜 那这条线是台湾第一条 那我也希望说台湾以后呢 能够应用更宏的这个BOPA 不要再进口了 现在因为台湾用量不大 大部分都收自己进口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时候价格还是不错了 大概我看到我们台湾进口的资料 平均大概是一顿 4200到4600现在 那个价格还是不错了 如果我如果开得顺的话 其实品质如果 能够给大众 给这个user来接受 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未来呢 我的目标其实在台湾 还有日本市场 这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因为台湾毕竟在2019年 明年呢 2019年我相信 它会用来会超过6500顿 每年都在成长 按照这个成长的这个%数 一年到5到6% 大概明年就会到6500顿 那我这条是 号称是12000顿 可是做不到啦 一般都会停下来停车 大概是1万顿 一般都如果能够卖掉7000多顿 我我我台湾我就就就就很高兴了 而且台湾以后我都要做客制化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买比较宽幅的6米6的 这个这个尼龙薄墨这个设备 要切割给很多不同的user 莉莉集团的BOPA厂位在彰化方苑工业区 占地面积约2500平 总厂房面积约4500平 生产的厂房是采物城市等级的新建规划 总投资金额大约17亿元 该厂5月开始投料试测之后 规划年产量要在1万吨到12000吨 是国内第一座的BOPA工厂 BOPA上游原料从石油到CPL到最主要的PA6切片 加上母料混合后 经过特殊的制造过程而生产而成 公司赚取的就是中间的加工成本 因此利润空间相当固定 公司由利棚直接拉管线 提供尼龙原料可以节省成本费用 并且还省下了冷冻水 氮气压缩空气等公共设备 约3亿元以上 利林科技拿利棚的这个尼龙原料 它有比较好处 利棚会比较 第一个它不用包装 不用输送 它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那利林科技的要赚了 它自己的管理材 有毫米才能煮好换 后来我一个月卖了3000吨的 这个尼龙薄膜的原料 卖了两年多 我认为市场上 日本人给我买很多 我认为我时候到了 所以我有原料我才敢自己做 没有原料我绝对不敢 尼龙粒子进入厂房后 先在流盐单元进行加工溶解 并且挤压形成磨片 磨片宽度230公分 厚度150微米 这个阶段的重点 就是挤压出来的磨片 厚度需要均匀 对后续拉伸制成 能够垫下好的基础 接着进入水域单元 要让薄膜在40到70度的水温中 慢慢提升韧性 才会进入最重要的延伸单元 这个希望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双向延伸模的地方 就是我们靠目前最新建设备 用磁斧的夹头 磁斧的驱动系统 省掉原来链条的磨耗 然后我们进入我们风箱以后 我们除了做纵向延伸以外 我们还做横向的同步延伸 把我们的薄膜拉伸到我们要的厚度跟宽度 我们最大的弧宽可以做到6米6 但是我们有一些边缘不需要不要拆切 所以我们实际的宽度会大于6米6 大概会到6米7或6米8 到最后要卷掉的时候 会把边缘的耳料给切除掉 那那个里面温度变化的怎么样 温度大概会从原来原料进来 大概30度左右 会一直提升到220 用意是什么 用意是希望在它延伸过程中 让它更有韧性 更Q 更不容易破膜 也让它更能够延伸的更均匀 这个台湾第一条 这个尼龙薄膜的生产设备 大家看一看 老实讲 真的不是很容易的 你想想看 同时拉长又拉宽 大概6米6 而且它那个什么 薄度是0.015 这个mini 就很薄很薄 每分钟250米 又不能破膜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过去BOPA薄膜不易普及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母料成本贵 以及延伸技术不成熟 所以发展较慢 近年因磁浮式马达夹具开发 延伸技术良率大幅提高 使BOPA产量维持每年5-6%的快速增加 而从需求面来看 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 食安的意识抬头 传统的塑胶薄膜已经无法满足更加严格的包装材料 也因此带动了具有高阻隔性可回收 轻量化的BOPA薄膜 目前BOPA主要的消费市场还是以亚洲为主 以中国大陆每年约有7.8%的消费成长 印度市场年均消费成长约10% 而日本市场的年均消费成长不高 大概只有1.7% 但是它靠着品质优势也足以捍卫市场 而台湾BOPA内需市场约维持年增5-6% 其他如美洲地区年均消费增长约在3-4% 但这几年都没有新产能开出 也成为公司未来瞄准的重点市场 那接下来我这里有大概有四条线的space 那如果我这条线如果开了八层满 那都很顺了 我会继续做第二条 那第二条做出来我会做比较特殊的薄膜 那以后呢 我希望能够在薄膜上面再做涂层 这是我对未来我们丽林科技的一些起习 一直做价值 最终的目标我要做铝塑膜 这个铝电池的汽车用的 以后电动汽车呢 一辆电动汽车要用到5000多颗的 这是未来我对尼聋薄膜 比较看好的一个部分 现在90%的市场都是日本人在做 那明年呢 我如果做得成功的话 我也会寻求日本的技术资源 来做这个铝塑膜 目前全球BOPA生产厂商 以大陆厦门长塑占比最高 达17% 该公司就是在台湾挂牌股号 1262的绿越KY 其次是日商油泥即可占比约10% 一捆我要送你一捆 所以来说我是服务到家了 这是我要做的啦 目前三大薄膜市场来看 仍以BOPP占比最大 BOPET其次 BOPA仅占个位数 台厂相关概念股 包含生产BOPP的南亚延州 BOPET大厂南亚新鲜 BOPA厂商则有绿越 丽丽丽棚 未来BOPA发展是否快速成长 对BOPPBOPET包材之影响则有待后续观察